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十八般模擬2.0 今天我們這個十八般模擬就是全面升級 因為已經不止只是訪問一模擬 而是訪問我們本地各行各業不同的人物 今天請一位人物上來 他在XGAME界就是一個十八般模擬的人物 因為他又代表過香港出賽 又搞過比賽 還做過奧運的龐術 現在還在培訓一班XGAME的新星 他就是我們XGAME不離婦女兵的陸叔 Hello 大家好 我叫陸叔 又叫我XGAME也可以 我和你不陌生 因為我一直都有合作 很熟悉 但我認識了你這麼久 就很少跟你聊你以前玩BMS的東西 因為我看你真的在這件事做了很多事情 就出自己的頻道又教小朋友 那其實你最初是怎樣接觸這件運動的呢 我接觸這件運動的 我想你還沒出生的年代 應該是1982年那段時間 1982年還沒出生 其實當時我剛開始是踢球的 年輕人也喜歡踢球 其實當時踢球打籃球 就是落街踢球踢球 因為本身沒有BMS那段時間 就是踢球打BAMB 沒有BMS這件事 踢單車當然有 當時是大鳳凰的 沒有這件事 即是那些很大格的 對 送車遊戲那些 印象深刻就是有一套 叫做ET外星人 這套很經典 中間有很多劇情 都是關於BMS的構造 因為它是踢單車 還有一個攬載著ET 擺在下上天空 那段時間其實影響我們很深 很棒 BMS很帥 有一幕是有些警察在追 跳過那個崖那邊 對 飛下去的斜坡 山崖那樣飛 為什麼單車可以這樣飛 這麼帥 是不是可以的呢 是不是可以的呢 其實那時 那時趕快撞一步 那時沒什麼錢 其實就用了二手零件 就是找一些地方 真的可以像斜坡那樣飛下去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那時多危險 真的隨便 當然那時的花式 就沒有現在那麼誇張 其實那時都很好 是套氣出了之後 就風魔全球 本身沒有想過單車可以飛來飛去 可以做一件事 單車是送貨的 對 最主要就是整個氣氛 因為單車的熱潮 就是因為這套氣起了 本身我們全部都不踢球 全部都是踩單車 即是足球場都不踢空 不是 那個年代 半以上的小朋友 都是踩單車的 他們足球場沒有踢空 那足球場是誰 就是踩單車 即是那時沒有那些場地 沒有沒有 那時要掘泥針 要掘一些地下 即是你要做那些企台 對 例如RAM台 即是用那些卡板 對 要用卡板 或者有些地盤 有些上下位 有些壺位 你要掘 那些壺位 你掘到唇戶的壺位 就可以飛到 那時是到處找這些地方 因為那時是香港 剛剛開始發展 在很多屋邨 很多地盤 那不會去地盤到處找 就有很多泥 對 有很多泥 有一個單車店叫做鎮陽 他上了當年的TVB 很震撼 那時是歡樂今宵 那時叫做EYT 即是那些籌款 不是EYT是表演 那時是 這個運動很震撼全香港 連很多傳媒平台都會報導這個運動 表演 飛得很高 或者表演 那時是很誇張 看上去 很棒 我記得我踩到12歲 我踩到15歲 一不流行 其實香港人很有趣 其實很快就不記得 13年一不流行 全部都沒有人踩 那些單車全部被人扔掉 不知道 那些呢 如果全都被人扔掉 現在真的被人扔掉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值回那些 叫做old school的單車 其實現在 如果真是真的牌子的話 以前一部 一千多二千元一部 那時一千多二千元 你計算一下多少錢 那時一千多二千元 現在都幾皮 兩三萬元一部 幾皮 你計算一下現在的市值 當你搭配市值 要新鎮一點 可以到十萬八萬 去到我大約三十多歲 即是三十三歲 我回來踩 沒什麼做 覺得肥肥的 就做運動 那我開台想要踩mallumbay 即是downhill 那些 那時後來興興下山車 很大埔 很貴的那些車 那我就說 downhill和bms 我問單車店老闆 老闆現在還有人踩bms 有 還有人踩的 我上網看 還有人踩 很厲害的那些 程義傑 那時候想踩單車 我沒有想踩回bms 還要踩單車 突然間發現 還有人踩bms 不如bms mallumbay bms 都是喜歡bms 因為程義傑 都喜歡bms 想延續下去到現在 我想33歲到現在 都維持20年 都繼續踩 都沒有停過 接下來就分享一些 你的心路歷程 就是 你這個代表香港出賽 曾經有時候 不如分享一下這個經歷吧 其實我老實說 我的資格 還沒去到代表香港 其實那時候 某些原因 其實上海有一個 叫ESPN 極限運動的比賽 第一屆上海 其實ESPN這個頻道 就是XGAME 怎麼來 因為ESPN有這個節目 就是XGAME 它帶出很多 有In-line-scale 有滑板 有單車 一個極限運動 又叫XGAME 簡稱叫XGAME 其實那時候不是叫XGAME 那時候叫BMS 大家都知道 XGAME是怎麼來的 字跟那個運動無關 其實是跟那個節目有關 譬如我現在 親身在這裏 這檔的 做了零售的盆頭 都是XGAME 因為是極限運動 很極限的 我稍後再問你這一間 故事 說回你比賽的經歷 我比賽那時候 最主要第一年 某些原因 打算邀請香港 在我頭幾名的 某些原因 他去不了 如果你不去的話 他下年未必會 下年未必會邀請你 我去的時候 找到幾個 幾個都說不去 去到我這個部分 我又想踩單車 其實我也有練習 水平未必去到 那些問題 他要自知 他有個位置 不要浪費 如果浪費了 其實我跟他熬住 如果今年你不去的話 下年他不會讓你這個國家去 我去 那就報名 玩了兩屆 其實最主要是交流的經驗 我不是分 其實我到現在 第一到現在 我沒有說要拿第一 最主要是享受過程 享受運動 你喜歡運動 其實名次有的 就好 沒有所謂 其實最主要是 有個過程 第一年代表了香港出賽 其實就是 那個開心 不是第幾名 開心就是我認識了很多 外國美國 日本 加拿大很多國家的 那些Rider 是因為 BMS帶到我給我這件事 那當然你代表了香港出賽 一定開心 但是緊不緊張呢 就是你去到那麼大人賽事 還有你也說 其實那個水平都沒有去到那個水平 但是你自己去到那麼大場面 那時候有沒有很怯 怯 怯就不是很怯 始終技術一定不夠人來做 盡量自己發揮 譬如我 我會跑步 譬如我跑到9秒9 我就跑到9秒9 人家跑到7秒8秒 我都追不到 其實應該要跟自己比賽 其實BMS 或者滑板 其實都是跟自己比賽 一分鐘你就自己發揮 就是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就是這些 台下練了十年 那一分鐘你發揮不到的 就沒有了 當然我去到我的心態就是 其實我盡量發揮到 我懂的招數 或者每一分鐘 你要編排定我 1 2 3 4 5 我怎樣玩 慢慢跳下去 其實那時候 到現在 香港我現在玩的動作 我不是輸動作給小朋友 我最喜歡我輸的體力 因為我的體力 我本身三十幾歲才回來玩 還有現在的小朋友十幾歲 跟他比 開拍攝沒有分離幾 15歲到50歲 你都是一起比賽 沒人家 變成我輸就輸了體力 因為一分鐘 其實你這樣看就很平常 很容易 其實一分鐘是很辛苦的 就是那個動作要花的 那個精神 對 要部署我們整個步驟 一分鐘 不要看這個運動 好像一個動作那麼簡單 其實都開心的 一回來 練到那個動作 可以發揮出來 其實都可以的 我去了一屆兩屆 之後到其他 變成第三四屆 我反過來 我做了 叫做領隊 帶小朋友去比賽 其實我先走了 有去玩這些比賽之後 你自己其實都有搞比賽 對 為何會有這個想法去做呢 這個運動 你有沒有怕過 其實都會不會沒有人參加 記得我搞比賽 我大概十幾年前開始搞的了 那搞比賽 其實那時候 反而不用怕沒有人參加 就是很多人參加 那時候聯會都有搞的 聯會搞的比較公式化一點點 我們都會和他們合辦的 搞了 我自己自知都打了兩三 起碼都四五年 我想都五六屆了 搞到 有時候 現在 現在轉型 形式不同了 以前的比賽就是一分鐘 你去玩玩玩玩 其實我那時候是 Hardcore 邀請到 譬如那時候 亞洲區 泰國是最厲害的 我邀請了泰國有兩兄弟過來 就過來做表演 你自己也是泰國人 表演嘉賓 表演嘉賓 加這個評判 我自己做為評判 或者做為MC 或者拍攝老尖 我拍攝老尖 因為老尖也是 BMS世界的電堂師 因為我之前十八波 已經有老尖分享過 他已經是BMS的心路歷程 對 他合作了三四屆 其實都很好 很好氣氛 當然 譬如我們的水平 未去到亞洲水平 我不是特意邀請 那些泰國車手過來 單車還可以玩這些動作 不只是一個飛來飛去 他去打關島 或者做Tail Whip 做很多Double Tail Whip 做很多是香港做不到的動作 你給你看 如果你們玩得好的話 保持練習 你可以去到水平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推動多些 有奧運的範疇 今隔有奧運 心想會找我呢 真的會找我 其實我想給多些小朋友 接觸到BMS的範疇 而且從幾歲開始學 一定比幾十歲開始學好